回到台湾国务团 社会化为越深 这跟殖民越久越进步 请教郭教授 这可以连结在一起吗 不这个台湾人事实上 确实有一些复杂的心情 比如说日本确实 在台湾因为50年 可是后面 二三十年也是做了很多 现代的建设 台湾有很多改革 事实上也是日本人带动的 那新加坡 他讲了说新加坡殖民最久 新加坡1819年 就开始被英国殖民 就是说他是看客观的结果 就是说现代文明进入的时间点 是外力带进来的 可是很少政治人物 会这样公开说 所以你觉得他只是说实话而已 不过这个历史可以去评诫 说好的坏的 可是政治人物还是要有 基本要站在自己的本土的立场 对不对 所以这种话他不宜说 不宜说 总是心里这样想也不宜说 但还是说出来 第一时间推给翻译有问题 那只有今天才知道 外交政策告诉你 我们完全不会有错误之后 市府才终于承认 当下是用中文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根本没有翻译的问题了 那大家应该怎么来看待 这个柯P的心情 只不过说个实话而已 告诉你嘛 他认为世界四个说中文区域里头 台湾 新加坡 香港跟中国大陆 被殖民时间越长就会越进步 这就是他的原文 那昨天第二时间告诉大家 没有我是讲的是那个文明的深化越久的话 那个社会进步才会更大 我们说到这能不能够完全的连结在一起 今天特别大家在讨论说 这个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余老师 这段话应该怎么去解读他 重点是说呢 其实对柯市长来讲 他的殖民母国心态 这样子来解释这个宏伟 这应该是赞扬柯P说出实话 还是告诉大家 其实在这里头 殖民的伤痛他们 因为他经历了历史 他们家没有伤痛 所以没办法感同身受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 今天就会其实讲这种话 就是非常反映出他的无知跟浅薄嘛 就是说你今天 你就算你要去歌颂日本的话 你喜欢日本 你也不会有一个政治人物 去歌颂殖民主义嘛 我刚才特别问那个郑亮 他国际政治 我说有哪一个被殖民国家的政治人物 公开去歌颂殖民主义啊 没有吧 印度会歌颂吗 对不对 越南会歌颂吗 菲律宾会歌颂吗 我觉得 就是说你 你喜欢日本 因为你今天是针对外媒做一个回应 然后我觉得他有两个丢脸 第一个丢脸我就说浅薄无知 我真的拜托他了 上个礼拜搞出一个什么 上个礼拜因为接见外宾嘛 那个破铜乱铁 他也出来赶快道歉 然后今天接受一个外媒的访问 突然又变成什么翻译有问题 也胡说八道 然后又来说这是我们的问题 讲错了 我可不可以请柯P 那你以后不要 他要上外交礼一课嘛 他是不是还要在 他还要上什么课 他要不要告诉我们 他要上的课 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刚刚讲说 第二个丢脸是 明明就是你讲的 对不对 明明就是你讲的 因为他这中间 他其实不是讲英文嘛 那你讲完之后 既然一出事了 赶快全部推给人家翻译 那人家立刻 人家媒体就外媒 就立刻的那个发声明说 我们是没有错误的 我们是完全原因重现 那大家 因为他担心了 我相信一定有录音 一定有录音 然后现在就讲说 其实呢 他当时讲话 是没有逻辑的 又想来语言 那我一直就说 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 第一个 其实你对于很多的事情 你的看法 其实是非常浅薄的 因为他一直在用 他那个仅有的 台大急诊室的那个经验 去扩及 他整个从 这个好像从首都看天下 所以我觉得 刚才那个 斯大老说 说他很聪明 那他也很卖弄 我觉得卖弄 要有一个限度 不然的话 就是丢人现眼 这个 这次又是一个 知识体大 因为这回触动的 可能是非常非常多人 心中的一个敏感 做到这个 石志余教授的 告诉大家 可能他是用 殖民母国的心态 因为他看到中国大陆 就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他 这时候觉得 自己是那个殖民母国 而不是被殖民的国家 那其他的老 政治系老师 怎么解读呢 张老中老师说到 殖民是历史的悲剧 被殖民越久越进步 这个说法 会抹杀被殖民的创伤 只是从简单的角度 来看问题 另外中央大学 政治研究所教授 廖达奇老师说 活在殖民当下的 血泪跟痛苦 可是自然科学逻辑中 看不到的 他认为我们科市长 应该要多一些 人文思维跟体会 刚才大家试一下 再聊会说 请教王议员 没有错 台湾人 有人应该还真心 是感念日本殖民的 那段时间 但是 作为一个市长 不该说真话吗 面对外媒 他不该说真话吗 可逼何措之有呢 事实上科匹他是讲出 很多台湾人的心声 那是因为日本的殖民会觉得 大家觉得好 会感念他们 是因为后来又来了两讲政权 一个更高压 一个更惨 更次等的文化 来要统治一个 本来接受殖民 但是是比较高文化的 我先澄清一下 纽教授刚刚在讲说科匹 没有马英九的专业 事实上是这样 树叶有专攻 但是科匹有一个优点 他不乱收政治现金 他不乱收政治现金 这一点比马英九好太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人民 这么支持科匹 而造成现在这个科匹现象 让科匹现在这样乱讲话 我觉得科匹这一次真的是 乱讲话 我觉得他应该好好管管他的嘴巴 就是说 不要不该讲的 跟市政无关的 市政已经千头万绪 尤其现在我们 他代表人民对这些财款点的火 我们要来查这四大弊案 甚至更多的弊案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全力全精神 聚焦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讲的这样的话 刚才国助理帮他整理了 有那么多的学者 出来后续再这样分析 我觉得这都是制造问题 这都没有解决问题 而且耗费社会不必要的资源 但是至于殖民的这一个部分 科匹讲的其实有很大的是不对的 他说被殖民多了 被殖民久的 文明进步越多 这是个现象 这是个事实 但是我们台湾人不接受 但是我们台湾人不接受 网上你请尊重 这是个现象 这是个事实 但是我们被殖民者不接受 我们慢慢的来 我们你带来的进步 10年20年30年进步 可能是进步上百年的进步 可是我慢慢来我100年 我了不起200年 我也是进步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抹杀掉我们台湾人民 经过西班牙荷兰日本人 我们有那么多的祖先 被这些外族统治的时候 他们是牺牲掉的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科匹应该要更深切的 去体认你又再讲 而且第二点 他一开始否认说是翻译的问题 这造成二度伤害 那我认为这也不符合科匹 他个人的作风 那就是敢做敢当 说了就要算数 所以我呼吁科匹 这个管住嘴巴 多做少说 这个王毅元不愧是打马汉将 所以这里一定要把马英九拿出来 再做一番评论 但是我们说到 这到底是如果不是科市长的风格 要敢做敢当 第一时间他是选择说话 你要说是推托也好 但他是选择说没这回事 但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这两天他说 把录音党拿出来 那怎么办呢 外交政策说我不是我的错的时候 他终于还在这边 只得说实话出来 所以我请教郭议员 郭委员 那现在说 那不管大家分析 是怎么个分析法 很多殖民刚才说 刚才议员认为说 他有建设是事实 但是人民未必会接受 但不要忘记 会有这番建设是你破坏了多少 原本当地国家自己的文明 甚至文化而得来的结果 这边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不我补充一下就说市长发言 你总要有目的嘛 Foreign Policy是很重要的刊物 你对他发言 这个有利于你去上海吗 我们就讲白了 他六月要去上海 至少三个月的前置作业 大概从三月就要开始准备 不然年后 结果他做这个发言 包括两国一致 不管对不对 还有殖民越久越好 今天环球网写一个社论修理他 子民道姓 他不会在乎吧 那你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现在又不是要选总统 你如果要选总统 你讲这个有他的道理 我就是代表这个立场 可是你眼前的目的明明 你不是要跟大陆作对施杀 环球网下的标题就是说 他为子民唱颂歌 磕狂了 对 用狂这个字 用狂了这样来形容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想一想你的后果 你想一起 就是你现在接受很多访问 讲一堆话 打财团想得到目的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所为何来 当然这边提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 到底柯市长理不理解外交政策 这本杂志的存在的价值跟目的 跟他的分量 那再来就刚讲 他说这段话所为何来 马上今年的这个上海跟台北的 这些双城论坛是 柯市长要前进到上海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止殖民的问题 他还讲了什么呢 关于两岸关系 他给了一个心结叫做 两国一致 讲到两国 他说没想到中国就会中邪 我要请教这个 牛老师 这个是柯市长在这边 是不是又装糊涂了呢 基本上来讲话就是说 我觉得柯文哲 他有自己本身的一个策略 在两岸关系上面做发言 是所有政党政治A咖 要做的一个准的一个办事 所以柯P一定要在这个部分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心意 因为既然小英的台湾共识 被人家认为是空心 柯P他当然一定要想个 更具创意的一个名词 两国一致 来凸显出自己本身 跟蓝绿政治人物一定程度的一个区隔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柯P他有一个 策略面向的一个考量 就是说柯P他提出两国一致 这样一个概念 某种程度是在凸显出 他说不的一个权利 对谁说不呢 对北京说不 因为大陆方面 也一定想跟柯P 想去了解柯P 甚至想去跟柯P 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互动 那柯P就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抛出这样很奇怪的一个论书 凸显出 我是没有办法让你一手掌握的 我是很厉害的 我今天作为一个首都的一个市长 我的政治能量无限的往上升 好 那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控我 我有对你说布这样的一种权利 你可能要释出更多的善意 更多的筹码 更多的资源 我某种程度 肯才会愿意跟你做互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柯P的一个考量 但是我话讲回来 就是说其实我认为 柯P相关的一些动作 讯息都是不一致的 我觉得王毅元讯息才是一致的 王毅元比柯P厉害多了 为什么王毅元比柯P厉害多了 打码就是一以贯之就对 可是柯P你看 我们现在讨论相关的一些议题 比如说殖民说 两天又就变掉了 要不然的话之前他打财团 针对财团下刀 我们小市民都觉得就是说 这个动作做得不错 然后后来又提出大象理论 你看那个气势如虹 大象踢到东西的话 他会去踢一踢 然后就踩一踩 踩一踩 把他踩死 OK 大家会觉得就是说 你对财团毫不手软 可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企业募款基金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就觉得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小市民 以前认为柯P他打财团 是要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 或许我们都想错了 他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步骤 我先对财团下刀 然后我大象理论 你财团怕了吧 所以他又顺势抛出一个 企业募款奖励公务员 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是舆论反扑之后 他又缩回去了 这是典型的讯息不一致 我觉得今天政治人物 厉害的就是 他讯息一定要一致 去建立他一致性的一个形象 才会在民众心里面 产生累积性的一种效果 认为你这个政治人物是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柯P跟王源比的话 王源绝对远胜于柯P 不要害我 不要害我 所以这是在 这个是我们柯市长 他还在铺陈嘛 铺陈他的形式 特别是从政的一个风格嘛 我们不晓得 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继续再来分析 那什么叫做两国一致 两国一致要怎么去解读它 我们刚才一开头说 要翻柯市字典 那么他这方面说明 有讲清楚了吗 那到底他想不想去上海 参加双城论坛呢 待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